高雄一间文创公司被踢爆了 上个月还在进行篮球课程的招生 没有想到孩子放寒假了 却无意警的宣布结束营业 负责人疑似捲款潜逃 估计有543人受害 有40多名学生家长组成了自救会 要提团体诉讼 他就是明知道我要倒了 我还是继续在吸睛 出面控诉刚帮宝贝孩子报名篮球课程 对方却疑似捲款潜逃 证明受害家长越说越激动 才刚放寒假 规划好的课程却无故泡汤 高雄这间从事体育活动的文创公司被踢爆 明明一月还在进行篮球课程招生 不到一个月却无预警贴出公告 说是财务危机必须结束营业 还有31堂还没有上 通知我们说老板跑路了 估计受害的有五百四十三人 总共拖欠价值至少五百五十四万元的课程 想要退款却找不到人 甚至有家长一次汇款两万七千元 一堂课都没上到 不只家长学生很生气 教练也被欠薪水 加起来总共欠薪两个月 大概在一百五六十万左右 大约二十位篮球教练以及公司行政人员 从去年12月起就没有拿到薪水 实际找到公司分店早就空无一人 打电话给负责人也迟连联络不上 据了解在台中台南高雄地区都有分店 有家长就私下透露 怀疑负责人一次扩大分店 招生不顺才会说倒就倒 受害家长现在组成自救会 要负责人出来面对 也决定提出团体诉讼 让司法还给他们公道 见完大姐 我是高雄报道